香格里拉沙阳酒店后方,两棵树林超过50岁的懒人树,因大量海滩沙土被海浪卷走,导致根部外漏面临倒塌风险。 昨天9月1日早上,硕士名酒店职员、住客及志愿者发起堆沙救树运动,他们将沙子装带,在老树周围住墙,以恐怖根部、稳定大树,避免被海水进步侵蚀。 该酒店通信总监苏莱曼指出,他们计划在大树周围堆上2000个沙袋,并会分成好几次,在每周五早上进行。